大家好,我是小周老师 今天的课程内容是雷达警卫 这节课我们要实现设定机关雷达的检测角度和响应距离 在开启小车后,小车会直接面向距离小车最近的目标 第三个,当目标与小车的距离小于响应距离时 风鸣器就会一直响,直到响应范围内没有目标 风鸣器才会停止 最后一个,调节小车的角速度PID 使得小车的旋转效果达到最佳 使用方法可以通过这个指令去一键启动 现在我们打开VNC远程连接我们的Tankerobot 我的Tankerobot的IP是192.168.2.88 大家自己的IP是需要去看一下Tankerobot尾部的OLED显示屏 去那里去核对一下自己的IP地址 这里进去之后呢,我们直接打开终端 输入这条指令就可以一键启动雷达警卫的相关玩法 这条指令我们打开VNC远程连接我们的IP地址 像这样子呢,就是玩法已经开启了 我们开启之后呢 它现在已经前方已经有距离了 我们可以通过手柄遥控 通过手柄的R2按键 可以关掉相关的功能玩法 我们可以在关掉雷达警卫的玩法之后 把小车通过手柄遥控到比较空旷的区域 然后再来进行雷达警卫的玩法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实现的相关功能是怎么样的吧 现在我们来看到动态参数调试 我们可以把这条指令复制到Tanker Robot终端去打开 它会弹出一个这样的参数调试界面 然后我们选择第一条 这个就是我们本次课程需要调试的相关参数了 大家如果对这些默认的参数值不满意的话 可以在这里进行微调 前面三个是它旋转速度的一个PID 第四个这里是雷达的检测的角度 这里我们设置的是70度 第五个这里呢是响应距离 这里呢我们设置的是在一米范围内都会进行响应 最后这个是玩法开关 当我们勾选之后呢 小车就会停止了 当我们把这个勾选取消 小车就会进入巡逻 就会进入这个警卫 雷达警卫的玩法 下面这里有相关的参数解析 然后我们看到节点图 节点图这一部分呢 我们之前就是都给大家讲过了 这里是手柄部分的相关节点 是因为我们这个程序是启动了手柄相关的节点 在控制过程中可以通过手柄的R按键 来开始和暂停这个功能玩法 如果小车跑出了我们需要警卫的区域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按下R键暂停雷达警卫的玩法 将通过手柄将小车以遥控到原来的位置 再使用R按键来开启玩法 上面这一部分呢 就是我们本次雷达警卫的相关的一些节点了 我们来看到圆码解析 圆码解析这里也是首先开启动机关雷达的节点 然后我们这里是把动态调试工具给屏蔽掉了 大家有需要的话也可以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就不用去启动第二条动态参数调试的这条指令了 它就会使用第一条指令的时候动态参数调试界面会一起跳出来 然后启动小车的底盘驱动节点 因为我们是要控制小车的底盘驱动 让小车去追随我们的我们前方的这个人或者是一些物体 但是小车只会旋转 它是不会直走去跟随的 然后还有启动手柄的控制节点 接下来是我们本次运行的这个雷达警卫的一个圆码的launch文件 它首先呢是会启动我们上面的这一个launch文件 然后还会启动激光雷达的警卫的相关节点 这里这里的节点名是这个 然后功能包名字是transport 后面的这个tap是可执行文件 也就是这里我们给出了可执行文件的一个代码路径 这里是主要的代码解析 以上就是本次课程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观看 感谢大家观看